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包括 哎呀 这真的好多哦 你看我们和凤凰卫视的中华小姐 就是我们都做了12年 我们做了2了 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选美 然后我们做个北美最大的歌唱比赛 这些都 但是这是old story了 非常old story 但我很想讲讲的是 其实我们公司有两个最出名的 可能中国人有很多人都看到 因为我们有两个视频是有数亿点击的 就是我们公司最出名的是 就是我公司叫做火花嘛 我们叫火花 火花传媒 火花传媒 对 我们拍摄过两个fresh mode 就是快散视频 一个叫做多伦多中国星 然后那个多伦多中国星基本上有好几亿的点击 就是连官媒的那个辉煌中国的收入在里面 就是去年19代那个 都收集在中卫压轴 然后第二个叫2016年我们拍的叫做沃泰华春节快散 因为我们是传媒公司 创意是我们比较强项的 我听过很多小道消息 因为甚至央视很出名的导演组 他们专门开会来研究我们的快散 快散是很有意思的 快散呢 又不能是因为你知道吗 甚至连中国的共青团委 还有军委 都学我们拍过快散 但是他们就忽略了一个 其实快散是个草根 必须是草根玩的感觉 你要是把明星拍进去 那就不叫快散 哦 这个意思我明白 草根公民是因为你看我们快散看 没有一个是专业人员 其实我们真的做网上找的 快散就是要排练他们嘛 要排练 所以这排练就挺有意思 因为你知道他们不专业 但又不能太难看 但是又不能太刻意 专业因为大家就会用不同的眼光看 不论你找周杰伦来快散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了 就是大家会用看明星的眼光去看 他就不会看 我和你都是平常人 突然间 咦 我们也能再见到这么晚 很开心 东伦多现在在区块链的这个上面 值值还挺大的 在加拿大 那就是今年你们做的这个区块链的节目 活动是不是特别特别多 是的 是的 其实去年都没有呢 今年突然间都冒出来了 对 其实我倒不觉得是多伦多是 多伦多也是今年才这么风吹过来 但是我觉得挺奇怪 因为多伦多甚至是以太坊的那个V神 是华铁卢大学的 是他故乡来到的 但可能就是多伦多其实算是低调吧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像硅谷或者是洛杉矶这么出名 因为洛杉矶可能每个星期都有无数的峰会 现在多伦多很多利好的 Google要过来啊 各种什么大机构啊 微软啊 都要过来 可能多伦多会成为北美中一个科技 比较重要的城市 我觉得 说到这个 因为你是做传媒 其实这个是一个文化行业啊 而且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堆在北美的这个华人 对吧 会讲中文的 而且是可能更多都是中国人 但是呢 又在海外漂泊这么多年 这样的一个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呢 你觉得 我其实真的 如果说到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了 因为这个 因为我在国内也是做传媒 是吧 然后来到这里也做传媒 然后呢 我就发现就说 文化的东西真的得有个根 这个根的 你的这个土壤的那个广度和厚度 其实决定了你能长多长成多大的数 其实我们公司就举个例子吧 就是就是就是整个北美应该是没有敌手的这种 这不是吹牛的 这太多了 其实我们做活动真是太多了 但是我们可能都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城市的一个传媒公司 为什么 就是我们在这里 就是我们我们华人 你会发现的 其实我们华人文化和主流文化 其实就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就两个世界 我不要说和主流了 这已经太远了 就是火星和地球了 我就说大陆人和香港人 都不一样 好吧 就是我十年前的时候 我还想 哎呀 我们要把这几个社区融合在一起 以后应该会更更壮大 然后过了十年之后 更分离了 你是哪里人 我是广东人 你是广东人 那你还好 你讲粤语啊 香港人不是也是 对啊 所以我也很熟香港社区嘛 对对对 我以前就以为 那我们在海外华人以后会越来越融合在一起 但其实不是过了十年之后 香港人社区的活动和大陆人社区 会更加老死不相往来 大家都玩不到一块 其实真的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每一代移民的文化 我们一出来 我们一出来就变成了化石 因为我们就凝固在我们出来的那一年 对对对 我就给你举很实在的例子 就多伦多的香港社区 唯一的演出爱好就是唱歌 OK 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演唱会文化 现代娱乐 但大陆社区就乱七八糟了 大陆社区什么都有的 就是我们就是广东都可以生很多同乡会的 大家都也玩不到一块了是吧 就是 就是不同手势啊 就是这种差别很就很丰富 因为我出来也已经 我不知道你出来多少年了 其实我出来十六年了 所以我基本上是挺有那种 就是文化冲突的这种啊 已经经历过第一个culture shock了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到思考的时候 所以我们到现在 我也是开始反思 就像我们公司现在来 就说已经是全面转型 就已经不是在华人圈了 就是说就是像我们都是开始 全部面向主流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 在多伦多居然没有就是 还没有一个festival是大陆华人做的 嗯这样 我觉得大陆华人有个问题就是 大家其实是比较公闭的 就是我们喜欢自己玩一圈 明白 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 你看我们华人思维方式很 还是太喜欢自己玩 你看我们大陆华人 甚至都不和香港人一起玩 哈哈哈 所以这个差距 我觉得我不知道啊 因为这只是我在多伦多的 这一个地区的 因为多伦多和 你要加拿大和美国文化 不大一样嘛 美国是以前是说大游炉 多伦多呢 就是把所有的主意 大概你做个画师封存钱 哈哈哈 就每个社区就是多伦多超多的 就是你在多伦多 基本上我走过全世界 没有surprise 因为什么人种 什么语言 什么人我都看过了 明白 多伦多有170多种语言 对我们其实就是做了一个 画师封存在这里 而且就是 主意之间的那种融合 其实并不多 多伦多并没有说 要像美国一样 哎 你就是美国人了 不你就是美国人了 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必须要融进那个 是吧 大家要统一 多伦多其实没有了 嗯 你看这多伦多的华人 这20年之后还不会英文 但是不要像华人 因为其他主意人一样 哦 其他人也是这样 对 我说第一代移民啊 就是其他主意也是一样 哎 那你们接下来的这一年和明年 是什么样的公司上 有什么样的计划 其实其实我们我们我们火花 就是传媒本身呢 已经在中国有分布 其实我们现在也拍摄了 像我们拍摄了 叫北极三万里 嗯 拍摄一个25集的电视节目 哦 准备上线啦 其实我们也有电影节目 也有电影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会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强项是 其实就是我们海外 就做一个桥梁 这种作用其实是挺挺明显的 因为你会发现搞文化的东西 并不是说比如哦 我张艺母很牛 我突然间飞到美国 拍了一部美国的美剧 我打死都不信了 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其实文化就是文化 所以我们这种一半一半的人 就是 对 其实有我们的定位的 其实我们是可以作为 国内和主流一个很好的桥梁 太加了 就是把中国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 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其实是的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们也接过国内很多的团 我可以跟你读 99%的国内导演 是根本没办法做出 国际上受欢迎的作品 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再怎么牛逼 他在中国有多厉害的票房都好 我真的想要作本 因为 就是这样子 就是 你没有真正的国外生活过 你可能真的没有 就我还是那句话 文化都有根 对对对对 它是根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多伦多住了16年 你觉得多伦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这16年都发生了什么 其实我本来第一个想说 多伦多就是再过10年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后来想 其实也我这样说也太不对了 其实还是有变化的了 就说啊 我当然没有这么大 但其实多伦多在北美也算是一个 就是多伦多过去的10年 就说市中心的高楼是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其实 其实可能多伦多的高楼在北美可能都排到前三了 所以多伦多下场会为什么 谷歌的城市 那个智慧城市它一个样品 所以他想在这里住 其实多伦多现在 我觉得10年前比就是 还真的越来越有北美都市的感觉 但不能和深圳 不能和光德比 可能多了10倍 你觉得你接下来这些 就是你接下来你会在多伦多一直住下去吗 我觉得我是 就是我会的了 真的我会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已经很典型的多伦多人了 现在就是 你觉得老的时候也在多伦多 我觉得我是 老的时候不会落叶归根什么的 我 就特别特别老的时候 我不知道 其实因为前段时间我 大家都很动摇 所以我也是回去开了分公司什么之类 大家也觉得哇中国才能赚钱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对我来说 我在多伦多的生活 我觉得我是很享受的 我觉得是很开心 就是加拿大生活 其实真的挺好的 就说在这里 你没有恐惧 你没有畏惧 你有理想可以实现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是吧 而且就是加拿大人很nice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左邻右舍 大家都是 就是那种 非常有话 对 我觉得这是 你还追求什么呢 我觉得已经够了 我 反正我觉得OK 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很满意的 我觉得就是你在北京给我上亿的别墅 我一秒钟都不看 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和这里的生活比 明白 我是很直白的说 哈哈哈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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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多伦多越过越好 希望经常看到你的好活动 谢谢 其实会了 你Google我们公司的活动 可是多如牛猫 欢迎大家来多伦多的时候参加多儿的活动 再看看我的快赛 哈哈哈 再来到下群众也员 群众也员 需要人 我们就一直参招 我们就是在玩个随机招了 我们是好random 随便的 是的 但是一定要好玩 是不是做传媒 对是的 要不然出来干嘛 对对对 只想安安最近做一只美少女 哈哈哈